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险害革命后 历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湖北省财政司长 湖北省国税筹备处处长 湖北省财政厅厅长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等职 他在年约19岁时 于某夜睡梦中 见一人前来找他 说有事相请 他见来人非常礼貌恭敬 于是就随口答应了 之后来人也就告辞 过了四五天 原先梦到的人又在黎先生睡梦中出现 且用马车接他前去一宫堂地府开始升堂审案 从此这位黎先生就在每天午后或晚间睡梦中进入地府 干了四五年的名判 就是阴间的法官 相传包青天也是名判转世 所以包工日能立扬 也能断音 后来他的朋友为了立意识到人心 向他详细询问了阴间的种种 并汇集成了幽名问答录一书 以下就是该书中黎先生对阴间所作的描述 为了方便解读 本频道已将原文的文言文内容加以口语化 有问 先生早年曾经做过阴间的判官 是不是 黎达 是的 世间的人听到这些事都很好奇 可是在我看来 都是些平常的事情 没什么好奇怪的 有问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黎达 是光绪庚子年间发生的事 当时我十九岁 有问 您所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属水管辖 有几个职员 黎达 属冬月大帝管辖 可是我一直都没见到冬月大帝 仅仅在判案后将结果上报而已 我当时担任分庭庭长 另有陪审员四人 其他办事的小鬼很多 不计其数 有问 您担任阴间判官多长时间 每天都去吗 管辖哪些地方 黎达 前后四五年 每天都去 管辖华北五省 有问 阴间为什么请您做判官 黎达 我也曾经托同事问其原因 据说 我几世前曾经做过阴间的判官 素氏的因缘所牵引 所以这时又做了阴间的判官 有问 阴曹地府有法律吗 先生没有学习过阴间的法律 怎么能判断无误呢 黎达 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规定法律 只是根据案情进行判决 自能掌握案件的关键处 根本不需要经过考虑 有问 您所管的是哪些案件 黎达 我管的是人死后 十个月以内的善恶案件 超过这个时间的就属于其他人管了 有问 曾经见过阎罗王吗 黎达 没有见过 有问 人的善恶 鬼神怎么能全都清楚 并且完整记录呢 黎达 鬼神能看见人见不到的东西 听见人听不到的声音 人的种种思想行为 鬼神全都能一目了然 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 另外 鬼神能透过 看人头顶上红黄白黑等光 而知道这个人行为思想的善恶 有问 犯罪的鬼也有狡辩的吗 黎达 非常多 犯罪的鬼对他所犯的罪 也一定极力狡辩 等到出示确凿的证据 才低头认罪 我曾经审判一个鬼 作恶多端 这个人生前表面羞缮 暗地里造恶 为他所犯的罪 极力否认 我看他罪案堆积如山 证据确凿 想立即判刑 没想到这个鬼忽然口诵金刚经 左右陪神者看到他头顶上出现红光 急忙请我停止审判 我怀疑左右收受贿录讯思 仍然准备判刑 可是那个鬼不断的诵经 左右极力请我肃立 我说 我身为判官 怎么能向罪犯肃立 左右说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鬼头顶上献出佛光 审讯他就是亵渎不尽 不如停审 我当时见他们垂手肃立 看起来非常恭敬 因此问他们 此案如何办理 他们说 不如判他投生人胎几次 使他不能一念金刚经的时候 再判他罪 我说 让他投生人胎 那岂不是便宜他了 并且投胎几次 那么受苦报就要在几百年以后 岂不就延后了他的受报 左右说 让他投生为刚出生就死了的胎儿 几年就有几世了 因为他造业有造业的果报 诵经有诵经的功德 二者都不能随便消除 将来分别受报 不会有丝毫差错 我于是同意了 有问 人死以后 他的神志是迷迷糊糊仿佛在梦中 还是清醒如平时 李达 像平时一样清醒 有问 你每天什么时间到阴间去 审案要多长时间 李达 最初在每天晚上 后来白天也能到阴间去 但必须在下午来去全部是做轿子 走得很快 审案时间每次几小时 然而遇到复杂的案件 有时要用几天时间 但是这类案件很少 有问 到阴间时您的身体是不是像睡眠一样 李达 去阴间时 身体躺窝在床上 像熟睡一样 不吃不喝 也不觉得饥渴 有时神识正在阴间的时候 有亲朋好友忽然来了 又不便告诉他们我在阴间审案 于是闭着眼睛与他们说话 像没睡好一样 客人如果问什么事 也可以回答 但是不能向客人发问 也不记得与客人讲了哪些话 有问 有阴间回到人世间 是不是感到精神疲倦 李达 精神稍微有些疲倦 像没有睡好一样 有问 阴间爷爷喝水吃饭这些事吗 李达 有 但不许我喝水吃饭 有问 阴间官府什么样式 他的公文样式和办理程序是怎样的 李达 我当阴间判官时 还在清朝末年 所以阴间官府 公文样式和办理的程序方式 都和满清没有差别 但是到民国以后 恐怕又改变成遵循新的制度了 有问 阴间判官有工资吗 李达 有 但是对人毫无用处 所以我没有灵趣 有问 阴间刑法有多少种类 李达 阴间刑法种类非常多 比人世间残忍严酷百倍 以现在人看 一定会认为阴间刑法非常残酷 然而从我所经历的来看 人类宁可在人世间受刑 且不可在阴间受刑 人世间受刑 受刑完了就结束了 阴间则受刑后还要再受刑 譬如在人世间杀害十条人命 受罪只不过死一次 阴间则必须用刑十次 刑满后再盼他转生时事 全是被人杀死 至于拒解 对魔 刀山 油锅等刑罚 全是真有的 造恶的果报 是如此的可怕 有问 阴间最重视的是哪种德行 最恨的是哪种罪业 李达 阴间最重视的德行是 男的忠诚报国 孝顺父母 女的真结守节 孝顺父母 这两种人虽有其他罪业 也必能减轻刑罚 阴间最恨的是邪淫杀生两种罪业 杀生比邪淫罪恶还要重 如果因为邪淫而杀人害命 则是两罪权犯 罪加一等 古人说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实在不是假话呀 有问 阴间既然没有成文法律 那么罪轻罪重 如何衡量 李达 这要看他犯罪的动机 和所产生的结果 衡量情节 依据道理来判定罪行轻重 现在用盗窃来做比喻 如果盗窃的人是迫于生计 不是将盗窃的钱财乱用 或者被盗窃的是一个妇人 盗窃数量不大 对于妇人的生计并没有影响 妇人对这些钱财也不是很痛惜 又或者所盗窃的事 将要花在吃喝嫖毒等 不正当地方的钱财 那么盗窃的罪就比较轻 万一妇人被盗窃 使奴婢仆人受到责罚 以至奴仆气愤自杀 或使贫穷人买米买药的钱 因为失窃而导致饿死或病死 或被盗窃人被迫与窃罪发生打斗 导致杀人害命 那么案情就非常严重 不能以寻常盗窃案来对待了 有问 因间审判犯罪应付的刑则 有没有错误的情形 李达 不会 因曹地府对于犯人的罪状 都早有精确谨慎的调查 证据确凿 因此审判非常的公允 从来没有审判错误的事 有问 我们一天之中 一生之内 念起念灭不知道有多少 是善是恶 即使自己也不能全都记得 阴间官吏记录人的功过 先毫毕录 怎么就不嫌麻烦呢 李达 人的思想 念起念灭 错过就忘了 像空中的鸟飞过的痕迹 水面的泡沫 影响不大的 那么阴槽也不予记载 如果一心专注 念念不忘 虽然没有付诸行动 也是有功过被记录的 如果有想法付诸行动 那么功过就更加明显了 有问 大修行人死后 也要到阴槽地府天后审判吗 李达 阴槽地府所管辖的 都是受业力支配的人 或者平凡庸俗 没有大善大恶的人 如果是大修行人的话 死后立即升佛国 升天界 不需经过阴槽地府 像这样的人 地府名册没有名字 无从审判 或者升天伤患 还要经过阴槽的人 阴间官吏一般起座迎接 他们的魂魄越走越高 像步上云梯一样 等到靠近庭内积案时 就到屋脊那么高了 像这样的人点名一到 就立即登天界 也无从具体监禁的 有问 阴槽也有外国人吗 如果有外国人 那怎么通晓彼此的语言呢 如果没有外国人 那么外国人死后 归什么地方审判呢 李达 我做阴槽判官正值庚子年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 中外军民死得非常多 阴槽曾看到少数的外国人导案 阴槽中也有能够通达他们语言的 也曾经受理过一个死难的提督 也有忠诚保卫国家慷慨捐躯的 我亲眼见到他们都直接升天界 没有经过提审 中国阴槽地府况且不止一处 那欧美各国也可推之 另外有阴槽地府才合乎情理啊 有问 阴槽地府为什么 经常用阳市的人做阴间差役呢 李达 因为富贵的人 他们家宅常有众多神灵守护 他们身边宫差遣的侍者 又多是年轻力壮 阳气旺盛 因此鬼使不能靠近他们的病床 比如部队将领病死军营之中 他的四周警卫森严 枪炮林立 军营中士兵又都是少年 阳气旺盛如同蒸烤 鬼使不能够靠近 就必须用生者的魂魄做差役拘捕他 才能够到岸 有问 被刀杀害和其他惨死的鬼魂 身手不全 他们的灵魂和平常病死的鬼有什么差别吗 李达 他们的灵魂身手是完整的 和普通的鬼没有差别 只是脸面让人感觉稍微模糊 并且受伤的部位带有血迹 而且容貌悲伤凄惨 像是很痛苦的模样 有问 鬼也有灭亡消失的时候吗 李达 有 我所见过年代最久的鬼 大概元治宋 元朝为止 至于唐代以前的鬼绝对没有见过 可能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早就消失灭绝了 除非成佛 否则不能够万古长存 有问 人从年幼到年老容貌是逐渐变化的 鬼的容貌是否也逐年衰老呢 李达 鬼的容貌和他病死的时候一样 好像不会因为年岁渐着而衰老 有问 阴间也有白昼黑夜和日月星辰吗 李达 阴间也有白天晚上和阳世间相同 只不过绝对看不到日月星辰 阴间的情形和四川的大雾 和华北的沙尘暴天气差不多 不像阳世这样的明亮 还有每天早上八点以后 到中午十一点至 鬼畏惧阳气弥漫灼热 都躲藏到阴暗的地方 午后外住的才逐渐增多 有问 阴间也有春夏秋冬四季吗 李达 有的 只是夏天没有阳世间这样的热 冬天则比阳世间还要冷 有问 阴间是不是同样有饮食呢 阳间人们所化的纸钱 阴间能够受用吗 李达 阴间也有饮食的 他们所食用的蔬菜也有很多种 阳间人们所化的纸钱 他们也可以用来购买物品 有问 阴间也是一日三餐吗 李达 每吃一餐 可以饱很多天 并不一定要一日三餐 有问 在阴间同样也有睡眠吗 李达 也有床榻被褥之类的东西 但是并不曾见到有睡眠的情形 只是到处徘徊 闭目稍微休息一下 就等于是睡眠了 不同于阳间的人 每天必须要睡够七八个小时 有问 阴间也有接到商店门市吗 李达 有的 只不过规模非常小 与人世间的小商店差不多 所贩卖的东西 大多是饮食杂货之类 但没有像人间那样 富丽堂皇的大公司和洋行 有问 阳市人们祭祀所供养的饮食 鬼神能不能够受用呢 李达 可以的 但只不过是闻一闻他的气味 不是真的把东西吃了 例如在夏天的时候 同样的两碗食物 一碗用来供鬼神 一碗没有供鬼神 已经供过鬼神的 一定比没有供过的要先腐坏 就是因为供过鬼神的那一碗的气 已经被鬼神射走了 有问 阴间的饮食和阳市的饮食 哪个味道比较好呢 李达 阴间的饮食恐怕是比不上阳市的 有问 阴间也有家庭眷属亲友吗 李达 有的但是不一定都是阳市原来的家庭成员 因为阴间也有婚旗和生育的事情 有问 鬼是以自己的坟墓作为居住休息的地方吗 李达 是这样的 有问 人在断气的时候 灵魂脱离肉体 这是有没有痛苦呢 李达 人在死的时候 大多都有疾病 灵魂离开身体 就像是开门出了房子外面一样 本来没有什么困难 回想以前在病床上的痛苦 反而现在感觉得到解脱 有的人因为牵挂自己的妻子儿女 或者是留恋自己生前的财产 心中执着不舍 气息残存不断绝 灵魂因此不容易脱离身体 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了 如果一个人在生时 养成对世间一切看得淡薄 对于妻子儿女 钱财明利 没有贪恋的信念 这样的人 他的灵魂离开身体 就像是脱衣服一样轻松 丝毫不用费力 有问 僧道诵经礼颤 超度幽名亡灵 对于亡人究竟有没有利益呢 李达 僧道诵经礼颤 对于亡人有没有利益 断然不能一概而论 打个比方说 这个人生前是个大善之人 死后立刻上升天界 他自然就不需要这种功德的协助了 如果这个人生前是个大恶之人 死后立刻堕入地狱 就不容易得到这种功德的利益了 对于平庸普通的人 在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善行 也没有什么大的恶行 能够得到诵经超度 这时候幽名皆增加了光明 亡灵的罪业就能减轻 利益非常之大 另外 诵经的人修行功夫的高低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诵经的人是一位高僧 或者是孝子贤孙 诵经一卷 就能抵得上普通僧人的十倍 或者虽说是普通僧人 制成恭敬的读诵 同样有相当大的利益 如果是没有品行的僧道 在诵经时 心不恭敬 亦不专一 则所能得到的利益 实在是很微小 或者说是毫无利益 但也不至于有什么过错 但诵经最好在亡人7749日之内 如果过了这段时间 恐怕亡人早已经流转到其他世界去了 所作的功德 要经过多处转移住气 亡者不能立即得到利益 有问 鬼的数量与人的数量比较 哪边多哪边少 一般人都害怕鬼 鬼怕不怕人呢 离达 阴间鬼的数量要比人的数量多得多 来来往往 靠着墙壁的 到处都是 人在道路中央行走 而鬼大多走在道路两旁 人行走的是名处 鬼大多喜欢走暗处 人害怕鬼 鬼也害怕人 鬼要是见到人来了 也会赶紧避开 如果是一位正人君子 鬼一定是非常的尊敬 鬼所欺负玩弄的 都是那些心术不正 时运衰弱的人 所以 我们从午后到晚上 不要走到路的两边 或是阴暗的地方 晚上出门办事 走路要慢一点 或者稍微发出点咳嗽声响 让他们听到后避开 要不然的话 一不小心撞上了鬼 人的身体就会突然像受痕发抖一样 这就是因为阴阳互相碰撞 自己和对方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有问 鬼的行走与在世的人行走 有没有不同呢 彼答 鬼的足不模糊不清 就像走在烟雾当中一样 行走起来速度非常快 不像人那样迟缓 有问 鬼害怕鸡鸣 这是什么原因呢 彼答 阳光即将到来 鬼会感觉不安 所以不得不躲避起来 这就像我们人害怕锅鸣间的热气一样 但是 有操守德行的鬼是不会害怕鸡鸣的 有问 先生 您这样的素食根基 完全不同于平常的人 不知道来世是不是能免除轮回的果报呢 彼答 想要超出六道轮回 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 即使是我 来生也不能够免除 我曾经托同事帮我调查 据说 我的来生应该是 投生在河南的南洋一带 但是数十年来人世间的事情 已经变化了许多 也不知音符中原来的批注有没有更改 有问 又您的官吏也有投生转世的吗 彼答 有的 就像现在的公务员 他想另外换个比较好的工作 比普通的人当然要容易得多了 有问 鬼魂投胎 是母亲受孕的时候就已经去了 还是等到生产出事的时候才去呢 彼答 两种情况都有 有问 众多的鬼魂 长久的沉沦与幽民世界 为什么不早点求得出离呢 彼答 人少鬼多 实在不够分配 并且 鬼魂所要投生的人家 要与自己有素食姻缘 这才能前去投胎 如果这个人生前交际比较广泛 所认识的人众多 这样的人投胎就比较容易了 如果是贫穷的人 老死也不离开家乡 平常与别人又很少交往 这样的人一旦沉沦轨道 机缘难以聚合 所以就必须长时间等待 遇到有缘的人才能去投生 有问 佛如道三教病例 信仰有很大的不同 宁界最尊重的是哪一教呢 彼答 对三教都非常尊重 但是最尊重佛教 有问 学佛的人死后生西方极乐世界 学道的人死后生动天福地 学如教的人死后会生到什么地方呢 彼答也会生到天界 所修计的功德肯定不会消灭的 有问 先生后来为什么不再做明官呢 彼答 我因为不愿意长久担任这个职务 多次请求辞职 都没有得到允许 后来同事们教我多送金刚经 我就按他们所说的 送了两千部以上 这种现象就不再发生了 有问 先生在平常的时候 也能够见到鬼吗 彼答 我在做阴间判官的时候 不论神魂有没有处理身体 都能够看到鬼 民国初年之后 所见到的鬼就少了 民国十年之后 就完全见不到了 有问 在第一次入阴间的时候 是怎样通知您的呢 彼答 一天晚上在睡梦中 看到一位穿戴着古装衣帽的人 来到我的家里拜访 说有事相求 希望能够帮忙 我就问 有什么事情要委托我办理呢 只怕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那个人说 只要您答应了 不会办不到的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意 只是觉得这个人 非常的礼貌恭敬 态度诚恳 实在是不好意思推辞 就这样含含糊糊地答应了 这个人看起来很高兴 约定好几天之后就来迎接 从梦中醒来后 自以为是做梦罢了 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过了四五天 梦中见到的那个人又来了 告诉我说 前几天承蒙你答应 今天特地准备了车马 专程诚恳地来迎接你 我这时看到有一辆马车 停在门外 就跟着他一起上车 没多久 就到了个官署 下了车走进去 那个人引我到了旁边的一间房里 坐了一会儿 就请我声唐审案 提了一个罪犯进来 左右的陪审人员 有条有理地说出 这个人一生所做罪恶的经过 说完后请我来做出判决 我说我从来就不知道这里的法律条文 怎么敢随便做判决呢 左右的人告诉我说 先生只要诚心地推断估量 觉得怎么样判比较妥当 我们就全部按照你说的办 我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说应该如此如此处理 左右的人就说 好的 于是就请我签署判决词 判完后把罪犯压了出去 你还是用马车送我回家 有问先生的父母也知道这个事情吗 李达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保持秘密 不敢声张宣扬 后来父母看我一个人在书房里 却偶有与人谈话的声音 渐渐也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自从做了名判之后 经常有幽冥中的朋友往来 只有我能够看得到听得到 别人是不能的 只能听到我所说的 有问 鬼中朋友来的时候 也需要用饮食来招待吗 李达 用一杯清茶来招待 已经是非常尽情了 有问 游民间也有年节假期吗 李达 与阳世间没有什么两样 遇到阴历新年 以及清明 寒时 中元 中秋 冬至等节日 也要放假数天 但是没有星期天 有问 鬼为什么能够变换身形 李达 所有的鬼都能够变换 但必须要经过民思许可 有问 你曾经审判过 什么样的重要案件 李达 一切的案件都是很平常的 绝对没有在情理之外的 并且罪状都是很明显的 证据也非常充分确凿 从来没有复杂难以判明的情形 有问 你曾经到各处游历过吗 李达 没有 有问 牛头马面是不是真的有呢 李达 都是假面具 那是用来恐吓那些凶恶的鬼魂 如果是良善的鬼魂 就不现这个恶相 有问 鸟兽的鬼魂到了阴府 还做鸟兽的形状吗 李达 这是属于另一部分管辖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 有问 阴间也有念佛修行的吗 念佛和读诵经典既然有这么殊胜的功德 为什么阴间的鬼不赶快念佛诵经以求超生呢 若有鬼不知道怎么念佛诵经 为什么他不去仿效人间的念诵方式呢 李达 一到阴间做鬼 神知就被自己的业力障碍住了 当然就不知道要念佛和读诵经便 即使我们念佛诵经 他们也看不到 听不见 因此我们修行一定要趁自己未断气之前 死后再要修行就难了 有问 鬼既然能看到我们的世界能听到我们说话 为什么唯独对于我们念佛修行反而看不见 听不到呢 李达 这是他们自己的业力所导致 您看世间的人 有的是一向就不信佛 有的是极寒交迫无暇修行 像这样的人对于我们念佛修行 也是如同看不见 听不到一样 即使偶然间看见了 听到了 却因为五欲六成的牵绊纠 或者生不起信心 或者学佛的志向不坚定 最终还是不肯修行 不肯念佛 这和鬼看不见 听不到人念佛修行又有什么两样呢 有问 鬼说话的声音和人有什么区别 李达 鬼说话的声音尖锐而且短促 有问 从鬼的眼睛看 是人鬼杂居 从人的眼睛看 只看到人间 看不到阴间的情况 那么究竟人和鬼之间的疆界 是怎么区分的 李达 似乎有界限又好像没有 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用言语说清楚 有问 活人的魂和死去的鬼 他们的形状和颜色有没有差别 李达 从来没有留意过 当然有点差别 有问 做鬼有什么感受呢 李达 感觉非常苦 因此他们言谈中所流露的 多是悲惨 哀气 有问 鬼要去投胎的时候 阴间的管理机构有没有教诲 要他们转恶向善 李达 没有 唯独投胎做禽兽时 是不让鬼之情的 一定是幻化出人间男女 或者防雨楼阁等景象 让他们乐于入处生身 有问 天上万里无云 日月普照世间 为什么不能照到阴间 是否是因为有东西挡住了 如果像您说的 阴间和阳间是不同的时空 为什么人和鬼 又可以一起行走呢 李达 因为总是有云雾遮蔽着 所以看不到青天白日 但鬼可以到达阳间 比较阴暗的地方 特别是在晚上 因此人和鬼 又可以一起行走 有问 阴间的管理机构 是用哪里的立法 那儿的公文 也写有年月日吗 李达 在满清的时候 就用满清的立法 公文上所写的年月日 和人世间相同 有问 人既然是有鬼投胎转世来的 那么阴间婚姻所生的新生儿 又是什么来投胎的呢 李达 这是人死了以后的 剩余之气所投而成 有问 阴间婚姻所生的孩儿 将来能不能投胎转世呢 李达 不能 有问 阴间同样也有风雨霜雪吗 李达 我不曾见过 但是 遇到阳世间风雨霜雪的日子 阴间的鬼也都苦于寒冷 而显出身体蜷缩 心神不安的状态 有问 鬼是否也有应酬 以及喜庆吊丧的礼节吗 李达 和阳世间没有两样 有问 烧香燃烛有什么用处呢 李达 燃烛是为了取得光明 烧香则是为了召集思念的亲倦鬼魂 让他们到来 有问 暴主有什么用处呢 李达 鬼害怕暴主 是不是一用的 有问 念佛经有很大的功德 念如书有没有功德呢 李达 同样有功德 有问 佛教的护法神是维陀菩萨 道教的护法神是王灵观 儒教是否有护法神呢 李达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因为儒家不以神道设教 所以没有必要设立护法神 但是 儒家的经典书籍 还是受到鬼神的呵护 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问 阴间主管所得到的薪金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也有钱粮税捐之类项目的收入呢 李达 我曾经向同事们询问过这些问题 他们都嘱咐我不要问 所以不知 有问 人头顶上的光色 什么是善色 什么是恶色呢 李达 人头顶上的光色为红色 白色 黄色 这样的人是心形善良的人 如果是黑色的光 那就是品行恶劣的人 有问 鬼是由人变成的 人又是由鬼投胎而来的 到底世间是先有人还是先有鬼呢 李达 这应该分两方面来说 远古以前 天地混沌初开 淳朴之风还未散失 那时候自然是先有人 而后才有鬼 如果就后来的时代说 就是先有鬼 后来才有人了 有问 鬼是不是也能回忆起 自己生前妻子儿女呢 李达 是的 鬼也是非常思念自己生前的妻子儿女 只是时间久了就渐渐淡忘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倘若阁下对本期视频 有任何独到的观点或见解 敬请留言 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